香港警察在十一這一天 與泉灣近距離實彈向中午聲曾志健開出的這一槍震驚國際 被指將令圍繞香港的這場政治危機進一步深化 就在今天 港媒披露 在這一槍擊事件的前夜 警務處剛剛修訂了規範港警動用武力及槍械的程序手冊 大幅度降低動武門檻 這也許意味著 擊中曾志健的這一槍並非臨時起義 明報3日報導 程序手冊第29章日前進行了多項修訂 新修訂版本恰恰是在9月30日晚發出 程序手冊將港警的武力使用根據對抗程度分成6個層級 新版針對最高的3個層級進行了多項修訂 第四層級是在遭遇頑強對抗時 在舊版中 警方僅可使用強硬均壓控制 新版新增了 可使用包括胡椒彈 催淚彈 催淚煙等在內的催淚劑裝置 第五層級是在遭遇暴力攻擊時 舊版規定 警方可使用中級武器 井棍 而在新版中 警方可使用的武器種類大幅增加 除警棍外 還包括水炮車 橡膠彈 布袋彈 以及海綿彈 警方也不再使用中級武器這一說法 將上述武器通通改稱為低殺傷力武器 然而 印尼籍女記者英達最近在採訪反擊拳大遊行時 就是被港警用布袋彈擊中右野 先已被診斷將置永久失明 警務處在新版手冊中 將這種可置失明的武器列為低殺傷力武器 民權觀察成員王浩賢認為 新版手冊將警棍、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炮車等武器 置於同一武力層級時太過籠統 令人難以判斷警方使用武力時是否合乎比例 而且 新版用低殺傷力武器取代中級武器 相關字眼會令警員誤解武器的殺傷力 第六層級以及最高武力層級 是指在遇到致命武力攻擊時 警方可使用槍械 舊版對致命武力攻擊的定義是 以毆打行動意圖引致他人死亡或嚴重受傷 新版將定義擴大 改為 以毆打行動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嚴重受傷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林卓廷說 舊版手冊用以毆打行動意圖引致他人死亡來界定致命武力攻擊 要求警員必須有充分證據 才能證明對抗者是有引致他人死亡的意圖 新版改為 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 使警員的演繹空間被擴大 導致開槍門檻降低 這樣一版大幅降低港警動用武力及槍械門檻的新版手冊 其推出時間相當引人關注 因為 就在他推出的次日 香港出現了第一個被實彈擊中的案例 究竟是程序手冊修訂版 為十一擊中曾志劍的這一槍掃除了障礙 還是警務處未給開槍警員開脫 事後放風稱新版手冊是在這槍擊事件之前推出 無論是哪種情況 港警在十一國殤日射出的這一槍都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 美國《紐約時報》特別收集現場視頻 研究還原真相 美國的時代週刊也發文評論這一世界 時代週刊描述了一名曾志劍的同學對事件的反應 這個16歲的女孩子要求匿名 她忍著眼淚說 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上週還在班上討論抗議活動 現在一切都變了 昨晚我無法入睡 只能一遍遍地看著她中槍 然後大聲呼救的視頻 文章並引述香港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說 香港情況變得如此混亂 我不知道我們如何走下去 暴力滋生暴力 你尤其可感受到年輕人的憤怒 敵意和絕望 我個人希望林鄭月娥能夠辭職 我們需要一副不同的面孔去領導香港 無論是誰 或許有機會重新開始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問題專家林合力對時代週刊表示 10月1日是標誌著示威者和警察雙方趨於暴力的分水嶺 暴力程度似乎將繼續上升 雙方都可能提高武力 昨天發生的事情 提高了動用至少部分緊急法的可能性 因為事情似乎正在失控 這篇文章說 香港憲政經歷於50年來最嚴重的動盪 槍擊事件令政治危機進一步深化 而香港政府面對這一事態 作出的回應是 律政司10月3日指控增治界涉嫌一項參與暴動罪及兩項襲警罪 10月2日才離開深切治療部轉入心胸外科病房的增治界 被要求於3日下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以上新聞 由歐洲西網直升記者鄭平報導